來 奴才參見皇上 就不想見任何人, 你走 請皇上聽奴才一言 你還有什麼想說 我妹皮勝, 皇上應該很清楚 她絕對不會做出這種惡毒敗德的事 請皇上撤除禁足令, 並撤查此事 如今人證物證俱在 連妃亦都親口承認 有毒的紅祖膏是她親手所做 皇上, 你還敢來跟妹妹求情 皇上, 奴才敢以性命擔保 我妹妹絕對不會做出毒開人的事 當中一定有誤會, 請皇上明鑑 若然不是她 就一定是跟她有關連的人 皇上意思是 你最好保佑武雪平安無恙 否則, 朕一定會對下毒手的人嚴加懲罰 抄襟皇上 抄襟皇上 虎先生面臨 謝皇上 皇上, 阿雪醒來了嗎? 太醫說她中了劇道 仍然在治療當中 皇上請放心 吉人自有天相 阿雪一定會沒事的 但願如此 皇上, 真是相信連妃會做出這種事嗎? 估謀數字連妃生性善良 就算對受傷的小動物都愛護有加 我想不出為何她要這樣做 其實冷靜下來 朕也覺得應該不是連妃所謂 連妃是被迫嫁入宮 他沒理由因為爭寵 而向武雪施毒手 皇上英明 依皇上所見 哪一個人想治武屬於死地呢? 朕懷疑是連妃耀 良公? 他對武雪早有微言 曾三番四次勸朕多道羽花狗 他把妹妹嫁入宮 無非是想朕多加重行 從而鞏固他的權勢 但是朕就忠誠於武雪 因此連妃耀心中不滿 就想到這條毒計的毒害武雪 朕懷疑越來越囂張拔戶 目中無人 他不僅冒犯朕 更在朕面前掌摑高天埗 朕還查到他貪污賣官 私吞朝廷貢品的罪證 古色洋奸,養虎為患 我先生,朕對良公已經不能再容忍 太義,武雪為什麼還沒醒來? 皇帥無需擔心 微臣替紀姑娘把脈 他脈象腸窩,並無生命危險 那就好 皇上,如果沒什麼事 微臣先行下去 返反太醫院為紀姑娘戰藥 好,快去,你們都退了嗎? 是 是 你醒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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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我以後都見不到你 醒來就好了,沒事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 為甚麼會突然監運 你分為了這一天 太醫說你吃的紅棗糕被人下毒 下毒? 我在宮裡跟人無仇無冤 誰會毒害我? 朕懷疑和蓮飛有關 一定不會是蓮飛 他犯人心底這麼善良 怎麼會做出這種事? 朕也是這樣想 但他大乖是蓮金要 你又懷疑蓮金要他下毒害我? 武雪,你剛醒來 別為此事操心了 此事就交由朕去辦 朕一定會徹查此事追究徒弟 皇上,你照顧了我一整天 一定很累 不如你早點回去休息 不想再陪你一會兒 你的樣子這麼累 還在陪我 我心裡哪會舒服 那好吧 那就不妨礙你休息 朕派小安自己於門外守候 你有甚麼需要儘管吩咐她 知道了 讓你休息多點 嗯 好可憐 不妨礙你的內守 不妨礙你 從今以後, 世上再沒有八辣國 只有空名和尚, 無恙 只有這個方法 我才能打敗人質, 反敗為勝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只有出家為則 皇上對我的方法只會鬆懈 我才有機會攻其不備 這次是我最後的機會 我一定會拿回屬於自己的皇位 自己的江神 所以你一定要幫我, 去皇上身邊 只要得到他一生, 就可以控制他一生 八哥真是神機描述 懂得利用紀武說 離駕皇上和蓮根堯 但武說始終是女人 難未會有婦人之仁 那你現在打算怎麼做? 我怕武說會有變卦 不如我們大使, 我們要加快行動 我吩咐你的事如何? 八哥, 你放心, 解玉璽已經做好了 好, 照將解玉璽放在蓮根堯府中 他日雍正發言, 必定會是好戲一場 貴姑娘 娘 雪 雪 阿雪 師父, 為何你都一起來? 自從你入宮之後, 多久沒見你 再不見你, 師父怎樣 你可能都不記得了 怎麼會不記得你? 來, 過來坐 好 是我專誠叫他來看看你的身子 宮中的太醫, 怎麼會救你師父好 怎麼樣?最近還有什麼不舒服? 好, 沒事, 娘, 我康復很多了 不, 還是等師父看看 我免得你娘, 不斷煩就煩死我了 拿手出來 快點… 阿雪, 和你診治的太醫 有沒有跟你說過 你種的毒是赤白花? 能夠下這種毒 不過, 就是說, 如果他想殺你 你早就已經一命烏敷了 但我剛才看你的墨像平穩 應該餘毒盡清 就是說, 對方極之有分寸 下的毒分量非常輕微 那又要這麼說, 對方的目的何在? 或者下毒的人只想警告一下我 根本不是想取我命嗎? 無論如何, 這次總算是霸險為宜 真是還得神樂 阿雪, 我帶了你最喜歡吃的豆腐花 就是在你指定的店裡買的 謝謝, 娘 阿雪喜歡吃豆腐花的嗎? 說起來又覺得奇怪了 以前也不覺得 最近他三天左右就說想吃 還叫我幫他買 皇宮這麼大的浴茶膳房 找高天寶弄就行了, 用不著去買? 不行的 他只喜歡吃石頭湖 和那間豆腐店的豆腐花 他說另一個弄不好吃 是否有人在這裡? 報告統領, 全部收到 沒有任何發現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鈴鐺 訂閱吧